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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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上一大批大腕再次发迹 如今赵薇的至青春狂懒七亿 成了那个小丫鬟的官方称呼 林心如在一部部电视剧里让一个个男神为自己倾倒 而周杰就像那句台词一样 变成蝴蝶飞走了 在参演完还珠格格之后 周杰再接再厉接拍了当年大火的混搭古装侦探剧集 《少年包青天》在大多数人心目中 这部剧也成了对他的最后印象 其实啊 之后的周杰依然在一个只有他自己知道的地方 接拍了很多作品 《终极玄机》《梅花荡案》《第三种温暖》 一步步散发着浓郁乡土气息的劣质电视剧扑接而来 上帝欲使其过气 必先使其发脾气 这位直男演员深度患者深知这一点 于是与苏友鹏合作闹翻了 与陈志鹏合作闹翻了 与陈道明合作闹翻了 与林心如合作要舍稳 所到之处保安被打主创变脸 敢与周大牌合作的人越来越少知道消失了 好在我们现在依然可以在网上搜到海量的周杰信息 只是大部分都藏在周杰伦的名字里 藏在社交网络的表情中 可能有人会说周杰的过气 有着看脸世界的残酷恶意 如果他英俊一点 或许也不会这么容易过气 那么还珠格格的另一位男主角苏友鹏 就要向我们证明 过不过气真的不一定和脸有关系 这位曾经红遍亚洲的四小天王之一 曾经创造了收视神话的穷瑶剧男主角 曾经饰演了不少经典武侠角色的翻拍剧男主角 堪称是能文能武 驾驭古今 但这一切辉煌都在2004年彻底画上了句号 2004年苏友鹏开始转战电影圈 每年稳定出产三到四部电影 暗里应该一直活跃在观众视线里 可是他参演的都是 都是哪些电影啊 拥有七八个故事 七八十个主演的群像式都市爱情片 他出演的时长满打满算 可能也就十分钟 演员表里除了他以外 其他名字都要百度个十好几页 才能确认是个演员的小成本电影 或者是塔克拉玛干 寻找刘三姐 康定情歌这种听名字 就让不少人打消了观看欲望的质朴作品 虽然偶尔也在风生这样的优秀电影里 有着精彩表现 但苏友鹏主演的电影 却没有一部值得昂首挺胸的 拿来像2004年前的自己致敬 也许转向导演是个不错的选择 我们当然希望 左耳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成绩 否则苏友鹏给我们留下的 最后的深刻印象 恐怕就只有 我刚在atv盘发现了一个很不错的文件 黄磊也是一个典型 人间四月天里那个美颜文艺男青年 非要放下必将碾压整个中国的演艺事业 去做导演 结果文艺的似水年华扑接了 文艺的天衣生水写菜了 文艺的夜半歌声吓死人了 沉闷 不等于文艺 这些千篇一律的表演 千篇一律的台词 千篇一律的故弄玄虚 最终成功的达成了千篇一律 低到吓人的收视率 也同样吓跑了那些投资商 于是黄老师只好离开自己的小清新王国 投身滚滚红尘 但此时的黄磊 早就被这段导演生涯磨砺的粗糙不堪 于是他开始接各种婆媳剧 奋斗剧 小男人剧 从此加入了中老年妇女的超豪华套餐 第二类过气 则是因为死死抱着偶像剧这条大腿 直到四脚麻痹也绝不松手 上个世纪末 当琼瑶来来和海岩大叔 用各种重型武器 在大陆进行着旷式对决的时候 台湾的一造轩你军团 却悄无声息地掀起了滔天举落 先前部队流星花园率先抢滩登陆 都还没怎么发力 就让无数花池少女倒下了 随后海豚弯恋人 王子变青蛙 转角遇到爱等等等等 一大大大大批台风级的偶像剧 前赴后继纷纷登陆 所到之处一片狼藉 他们不仅带来了太平洋味道的普通话 更带来了各类风格迥异的偶像 但好景不长 在那个遍地式王子公主 打眼全是痞子帅哥 伸手全是霸道总裁的装饰下 内容空洞重复狗血的偶像 聚在骗干了观众眼泪之后 也终于走向了沉默 贺君祥无疑是这条偶像尼克号游轮里 最忠心耿耿的一位船员 或许每位少女都做过被学校里 英俊炫酷的不良少年爱上的叛逆梦 2005年的恶魔在身边 就在最合适的时间 给观众员了一场白日梦 贺君祥的邪美狂娟形象 如此受欢迎 收获的尖叫 简直可以建一座发电厂了 可十年过去了 让我们再看看他现在参演的电视剧 一样的人设 一样的演技 一样的刘海 时间停滞了吗 并没有 看那赖以吃饭的面容 早就被时间吃光了 而去年与贺君祥上演了一出 乏人问津的老套恋歌的安以轩 也正是东走西藏 也躲不过过气病毒如影随形 安以轩很幸运 24岁时就遇到了斗鱼和仙剑旗下传 五年后又有幸遇到了下一站幸福 三部电视剧转足了收视于眼泪 悲情小天后的称号 实至名归啊 但从2006年起 安以轩便将重心放到了古装剧上 可他出演的西施 李施施等殿堂级美女 嗯不够惊艳 演容貌秀丽之极的苗若兰 却不如面有菜色的成林素 云娘 索青秋等苦情戏 更是难以吸引年轻观众 只能眼睁睁看着人气一简再简 于是近两年 安以轩又回归了以前的路线 全民公主里做了落难公主 真爱遇到她里 又遇到了落难王子 但凡看过一两部偶像剧 翻着白眼就能把这些故事猜个八九不离 其实如果没有好的剧本 从演古装烂剧 改为演现代烂剧 又有什么区别呢 还有一类星光暗淡 则让人扼腕叹息 七年前的八月八号 全世界见证了一个名叫 林妙可的小巨星冉冉升起 她接广告 拍电影 唱唱歌 跳跳舞 小小年纪却散发着巨星气场 而七年后的今天 已经长大的林妙可发现 人们喜欢的是可爱本身 换成谁都无所谓 时间很残酷 荆棘一眨眼的功夫 小雨就成了这样 是小龙成了这样 小龙人成了这样 更不用说 一众日本的养成戏正太人 有的人就此告别 有的人就留了下来 如今的小雪 已经可以在一部 高评分电视剧里面 担任主角 谈一场曾经仰望的恋爱 如今的爱马沃特森 也可以主演 一部又一部文艺电影 在联合国发表 女权主义演讲 德鲁巴蒂摩尔 早就可以出演 各种大尺度电影 与性感狂野纠缠在一起 他们带给人的 早已不是记忆中的 可爱样子 而是美貌漂亮的 青春期味道 过气是一种集体的遗忘 在娱乐圈 似乎只有不停的 制造新闻 制造花边 制造话题 才能与过气绝缘 有这么一种演员 你忘记了大部分 他演出的剧集 记不过任何一个 他饰演的角色 可他却牢牢占据着你的视线 你说我整容了 我没整 你说我恋爱了 那个人是我男 男闺蜜 我今天就在把 嘿 因为我昨天离开了香港的 但他们依然统领着 无数粉丝 承包着无数头条 可也有这么一种演员 很少出现在你面前 但大部分经典剧中有他 大型的颁奖礼上有他 他们神秘 这又从不为自己的 过气与否发愁 因为他们拥有 时间偷不走的 秘密武器演技 小李哥抛弃偶像脸蛋 从此踏上了 寻找奥斯卡的不归路 孙宏雷 抛弃了道上的兄弟 洗了白 查理兹赛龙 凭借近乎毁容的女魔头 问鼎奥斯卡 想要一辈子靠脸 吃饭 得问时间同不同意 与其看着自己 慢慢变成一个 易碎的古董花瓶 不如另辟蹊径 在演技的世界 永生 好了 关于过气这个话题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 那就赶快来优酷 来土豆 来微博 来贴吧 来微信 找社长吧 哎 你没听错 社长爱听 拜拜